因应国内COVID-19疫情警戒升级 预理就业服务中心为降低失业给付 以及零贵申办人员接触 更是呼吁民众非必要请不要到就业中心现场 既可以避免群聚风险 又可以减省现场等待排队时间 在家动动手指就可以申请 或是请家人协助上网申请 不用出门也能申办 因应国内COVID-19疫情警戒升级 预理就业服务中心为了要降低失业给付 零贵申办人员接触 更是呼吁民众非必要请不要到就业中心的现场 即可避免群聚风险 又能够节省现场等待排队时间 在家动动手指就可以申请 或是请家人协助上网申请 不用出门也能够申办 在此也呼吁大家 非有必要不要到就业中心的现场 可以避免群聚风险 又能够节省在现场等待排队的时间 在家利用网络就可以申请 或者请家人协助上网申请 不用出门也能申办 疫情期间为减缓民众待业的不安及担心 就业中心也会主动发送简讯 电话联系的方式来关怀民众 疫情期间为了减缓民众待业的不安以及担心 就业中心也会主动发送简讯 电话联系的方式来关怀 提供最新政策或者是工作职缺 民众有就业问题 欢迎多家利用电话咨询 都会有专人提供服务 记者高雙雙 玉璃震采访报道 今年来美食外送平台逐渐兴起 路上时不时就可以看到外送员的身影 大家急着跑单也让交通事故纠纷平传 日前花莲市就有一名外送员在送餐途中与同业发生争执 夜时期不过竟然演变成多人追车围堵事件 而过程全被录了下来 火爆场面在网络上引起争议 画面中一名UberE外送员遭到熊猫团团包围 下一秒大手一推 让急着来理论的外送员跌落在地 这也让冲突更加火爆 美食外送员在送餐途中与同业发生口角 过程全被录了下来 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而整起事件的主因 竟然只是因为UberE外送员 不满被后面的熊猫外送员按喇叭 情绪失控爆出口骂人 对方想理论还被一手推倒 让同业也看不下去 展开多人追车围堵 虽然双方初步同意和解 但警方还是得做更深入的厘清 有关日前外送员行车纠纷案 本分析将依照既有的搜证影片资料 调查有无涉嫌刑法妨碍自由 妨碍秩序罪 及违反大陆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危险驾车等行为 通知相关的当事人 到案来厘清调查 炎热的天气 外送员急着感淡 让人心服气躁 建议在火气上来之前 可以先大口深呼吸 冷静一下 以免陷入不必要的纠纷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 那一眼视频不必要的线